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存在 就是因为有查维斯 查维斯总统从20世纪末上台后 哄着委内瑞拉十几年 使得委内瑞拉非常富裕 在世界 那是首屈一指的度假圣地 而且委内瑞拉的美女那是非常漂亮 产生了无数世界小姐 而凭借富裕强大 委内瑞拉在国际上地位很高 甚至成为南美洲反美帝先锋 而因为强大 无人敢惹 但是查维斯死后 委内瑞拉就开始不行了 现在的委内瑞拉已经彻底破产 百姓民不了什么 几百万人成为难民 整个国家一片萧条 因此很多人都在想为何查维斯死后 委内瑞拉就不行了 其实主要是三点原因 第一 油价下跌 其实从本质上来看 查维斯时代 委内瑞拉能够那么强盛有钱 而且能够那么大胆敢骂美国 最为关键的就是底气 委内瑞拉作为石油出口大国之一 当时油价高达140美元一桶 利润和财富可谓是一目了然 但是查维斯死后 油价不断地下跌 到现在几乎跌去了亿 算了 也就是说本来委内瑞拉能够赚取一半的利益 而油价下跌就没有了 因此到查维斯死后 委内瑞拉就没钱了 直接走下坡路 而且没钱使得整个国家运转不灵 第二 趁你病到你命 在查维斯时代 美国想要搞垮委内瑞拉也不容易 毕竟当时委内瑞拉很繁荣 但是等查维斯死后 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为何这么说呢 因为查维斯不在了 美国正好趁机对委内瑞拉不断加码制裁 使得委内瑞拉国家经济状况那是雪上加霜 正所谓是趁你病到你命 所以可以看到 查维斯死后 委内瑞拉所面临的国际压力也更加大了 国际环境恶劣下 除不内忧外患到了今天的地步了 第三 人的问题 从一个国家的发展来看 如果总统或者领导人受极大拥戴 就会受到百姓的拥戴 那么能够有效的团结国内力量 共同应对内忧外患 在查维斯时代就是这样 因为查维斯的个人 能力和魅力 受到广泛拥戴 所以委内瑞拉也更加团结 克福坤呢 但是查维斯死后 马杜罗接位 但是马杜罗和查维斯 在个人影响力方面不可同日而语了 马杜罗也缺乏掌控地 在经济上也没有建树 所以在国内外环境恶化的情况下 马杜罗那是无能为力 连国内秩序都是很难搞定的 更何况继续维持国家的繁荣稳定了 探究历史真相 发现背后故事 对待历史 必须较真 更多精彩请关注 还原历史背后真相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